开工大集 过完春节假期 男孩们是不是又想剪髮换心情啦 快来看看春夏男发趋势吧 大家好我是小金 那今年男生短头发的长度变化 还是以两侧短上面长 有一点长度上的落差 然后我们可以从轮廓上的调整 让男生营造不同的风格 短髮男孩重点放在两侧剃短的细节 剃短时若靠近头顶的发跟流点层次 适合喜欢复古造型的男孩 若全剃短头顶和侧边反差大 看起来又超又帅气 也可以请发型师修剪轮廓线 甚至刻花刻字 搭配直部染色或扭转雷轨变 前卫的视觉效果最适合个性男孩 另外中长发也是流行重点 今年春夏男生最流行的发长 是弱于下巴到肩膀之间的长度 然后在这个长度的男生们 你可以利用电棒创造一些不同的卷度 你也可以利用不同的手法 以及不同质感的造型产品 来创造头发不同的风情 中长发男孩用细电棒稍微夹卷就很浪漫 或是随性绑个发剂 甚至刻意做出施法质感 造型多变又抢眼 让你开春起人气桃花 一路旺好旺满一整年 中新闻台北报导